小小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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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来呀 辛苦辛苦了 瞅一下咱今天的乡心主角 杨俊文 杨大爷今年七十岁了 退休金三千五百人 杨大爷你知道一大把年纪了 这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拿着大把的退休金 那没事的就是找老伴啊 妈我刚刚就是从远远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 咱家门前挂了一串红垃圾 通红通红的就是要别具一格嘛 是啊啊 这过日子啥都不能缺 这个干辣椒对人身体营养价值也好 再一个炖个鱼 炸个辣椒油拌个凉菜 都非常有营养 大爷你这还是个吃货达人啊 这一个干辣椒 让你说出来那么些个菜 这不把我们红娘说的流口水啊 这个大葱大蒜和姜啊 为啥因为中医说 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哎呀 这个就是对人的大葱大蒜 它这消毒灭菌呢 就对人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 那你觉得你这状态像70岁吗 我感觉就是在同龄人呢 比如大一岁两岁的 小一岁两岁的 甚至于小三岁五岁的 他都赶不上我的状态 大爷你这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啊 就刚说了两句会吃会喝 这就把自己的身体素质夸了一遍 这无形装逼更可怕啊 连续能摆一百个 一百个 你查查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跟不上 叔叔你慢点啊 你看 你把这一个胳膊撑着 没事啊 叔叔你太快了 叔叔这有三四十了 我都没跟上 六十 六十了 自己心里默默默的查着呢 七十 八十 五十 该说不说 咱大爷这七十岁了 也是老当益壮啊 这健身包那是轻松拿捏了 看来那花自己不是虚的 也是有点真材实料的 再一个呢 一方老年吃的 这个舌头 舌头 嗯 左右 左右 就是运动 就是防止老年吃的 这个舌头 哎呀叔叔 你这养生真不错 就是你说话 有的人你看吧 尤其喝酒人 有时说话就觉得 他对这个舌头发硬 你看我说 特别心情啊 就是每天早上晚上 各有一次 别人锻炼身体 大爷你这连舌头都锻炼伤了 那我们红娘只能是夸你了 不得不佩服啊 你再看我这冰箱 首先那就是这个 养生的就是什么 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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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枣红糖 你看我这里的鸡蛋 啊 这水果 柿子西红柿 真全了 还有核桃 对了 是补脑的 这核桃 一天吃了 对 叔叔那我看你这里边 这蔬菜呀水果也挺多 自己也做饭呢 自己做 我自己也会做 厉害呀 都会做啥呀 你是焖米饭呐 你是炖鱼啊 糖醋排骨啊 你是炒个鸡蛋 西红柿这都行 看来开头大爷说的那些美食还真会做 这冰箱里拉慢慢的食物 这真是一只手遮脸 多挡一面啊 大爷的能力和作风现在是了解了 咱们就咱细律看上文本 边走边欣赏他们后续的表演 阿姨 我来了 哎呀 阿姨阿姨 又给我个拥抱是不是 上次就给我个拥抱 阿姨我发现怎么又美了呢 美了 你看小瓜这带的 这小金鱼呀 这不是 这个不是精彩的吗 皮 皮羞啊 你看我这眼神 我看这俩小眼睛 我以为小金鱼呢 为了发财 我都喜欢财 为了发财呀 这啥时候买的呀 买有两月 去哪里有买的呀 不是 不是给今天买的 瞅一下咱们乐观的大妈 赵淑华 大妈 今年六十五岁了 这也是老伴走得早 现在成了自己一个人 咱大妈的长相 那真是显年轻 别看年龄六十五了 这拉到大街上 那肯定的都是说我四五十 也怪不得 我们大约相中了大妈 你看你照着照片 哎呀 都是穿的新兴衣服照的呀 哎呀 这是你拍的呀 嗯 都自拍呀 都自拍的 因为你没有相当人拍不了 拍不好 用他拍的自己拍 我信不着别人啊 哎呀我发现了 你这照景这啥 都照自己呀 这不都是景吗 后边是景 对吧 你看看 都是自己照的 大妈这也是人老心不老啊 穿的鲜燃干净的衣服 拍的都是美美的照片 这年轻的心态 也是一般人没有的 要说咱大妈的心态 这就是说十里高山观景 站得高看得远 那姨姨跟我说是吧 那如果再找老伴的话 嗯 想想找个啥样的呀 找老伴之外 就是为了开心 不开心你找她的意思 因为她得说是你讲话 喜欢你 能给你呈起一片甜 对不对 啊 咱们就是说 我说这头半生也没说是 嗯 想着腹 后半生想想腹 找一个能有个依靠 那啥意思 咱说自己没想着腹呢 因为吧 我们家那个 有病 三十岁得定了我出血 那家庭的重担不都压在你身上啊 都是我的事儿 没想到我们大妈 这一个人扛起一个家庭啊 这条件真是河南到湖南 南上下南啊 已经苦了大半辈子的大妈 现在就是找个能疼人的老伴了 安详晚年来填充一下自己的生活 就希望大妈以后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远 那个给您介绍一下 这个是赵淑华阿姨 好 这是杨俊文叔叔 好 叔叔说来 你要买两样水果给您 好 您这叔叔挑水果的时候 都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有原因的 叔叔给叔叔说 为啥买这香蕉啊 香蕉对人身体孕肠 对身体这方面有好处 对睡眠也有好处 你看 这个葡萄呢 你要是有破壁机 给它粉碎了 洗肝也粉碎了 这滑青素对人身体也非常好 美容 但阿姨咱俩都已经多吃葡萄了 大约你这上来 就开始发挥自己的常驻啊 这养生知识一套一套的 这也是诚意十足啊 看这比照片人吧 还比较好一些 是吗 是的 比照片还好看呢 是的 还漂亮一些 我乡送这人 但是吧 和电视上 就所说他姨不一样吧 这都小事了 主要是我就印准这个人了 姨呢你跟我说 长一咋样 还行 还行 还行是不行啊 我跟你说行这个事嘛 还行 咱说呢 咱说是比上不跟比下雨 还行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感觉还可以吧 对 可以继续接触 对 你这么瘦心心有底了 是 一般有人说 还行还行 好像不太满意 这个事还行吧 我的人就直话实说 要是不行我就告诉你 做地就告诉你 这事绝对不行 这就得了 那我有底了 大妈你这还害羞上了 要不是红娘别问 这都不敢直接承认呢 这也是不想明说 自己心里打算罢了 那真是哑巴吃饺子 嘴上不说 心里有数呀 看来咱大妈今天准备的饺子还挺特殊呢 咱大料这美食达人那都没吃过 看来今天也是有口福了 两个人这也算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了 一个平时讲究养生美食 一个那做菜有一手 绝配呀 你看阿姨家的颜色 好 好 这得喜庆 是是是 年年有余 这个得喜庆 对呀 看这个新鲜花弄放 新鲜花 对 就比较开心 叔叔还是很惠花人 你看这边 这边是阿姨 就是出去旅游 买的一些小玩具 纪念品 你出去买不买呀 我很少买 我就一半吃让得用 反正也是 你买了也没得乱 男人他能买这个 咱大爷那平时吧 心就放在池上了 这根本不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 这来到大妈房间 也是被这些装饰品惊念到了 大爷你可得抓紧了 这么好的媳妇娶回去 这些东西还不是天天看 叔叔喜欢旅游不得呀 我也喜欢旅游 什么海南哪 什么甘肃啊 到新疆这一带 就转 我是能走就就走溜的溜的也挺好啊 嗯 这个钱吧不白花 嗯 是不是 这个钱这叫精神层次 你换个地方 这心情就不一样 那叔叔 你说咱们都六七十岁了 觉得很 以后还能走都能吗 肯定在有生之年 只要能运动 能走 能私底的情况下 我肯定在走 肯定不能就在家这么待着 是不是 这些精神生活一定要过好 我也是这么想 只要能走 出去溜的溜的 都会开心啊 大爷这一聊旅游 那是赢得大妈的好感啊 两个人有的共同爱好 那这次相亲就十万功倍了 不过大爷您可别高兴太早 毕竟 此时面对的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啊 稍微有点其他谈不拢的 那可就危险了 挺好 我就跟你说我就是 二十来岁的暖冬 就二百多斤大麻袋 我不能开 那真挺厉害 我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吧 我这个那个那个 老姐放的大象板一打开 那九十公斤的黄豆 我就搬起来一个 搬起来 我们连续能搬十个 放在那里 从年轻到现在一般人 跟我搬腕 就没有搬过我的 这么厉害啊 是啊 如果阿姨用两只手 别说男手了 左右手跟你掰 你说能不能 哪个他行 真的啊 哪个他行 他这俩手握 肯定我搬过他 这单手挺有劲 叔叔你要输了呀 他挺有劲 他这话他也挺有劲 那刚刚会看出谁输了 这有 不是有的男人都不敢看出话 他挺厉害 那刚刚谁输了 刚才我输了呗 红娘你这真是为了自己 看热闹啊 这让两位老人掰走腕了 这钥匙在外边 谁也看不出来 这俩人是来相信的 这故事的发展 真是有点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啊 是啊 我那么说 其实他没摆过 是吧 我一看就没摆过 我就是谦虚点 人不都这样吗 是不是 你愿意失败 你肯定挺失落 而且作为男人 从今从今 他肯定心里高兴 是不是 因为也是男人嘛 他不得样子女人嘛 是不是啊 这就是男人的气派了 挺暖的 心情挺暖的 咋说呢 挺高兴的 因为会疼人 咱们所说的 头半生也没有疼 到后半生也找个 有疼有热的 不高兴吗 大约这温柔的一面 也展现出来了 寒暖到了大妈的心 这已经二次打动大妈了 大约这完全是力修的使用 点子多呀 在我这一生呢 我自知之明吧 可以这么说 我的短板就是我没有固定住所 因为我做买卖 下折呢 折得把房子折得没了 是吧 再来讲我工资不算高 我的长处可以说 除了这两样 我就我这 这个一切一切 我经得起在人们之中去推敲 我跟谁想说 我都首先就把他们短板拿出来 大约你是真是成了 这上来就把自己的缺点全都说出来了 这勇气真是不小啊 就不怕刚烘托好的人 睡一下崩塌吗 我就跟你说我的想法吧 不是说是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人挺好 因为我有房子 是不是 但是呢我得跟你说实在话 头一年多吧 得说是亏我 我装修我姑娘给我拿的钱了 我要不找老伴呢 这个玩意又是一回事 我找了老伴得给我姑娘钱 我头一年的工资得给我姑娘 给他攒的那三万块钱我攒完了 讲话剩下的钱一裤子一割 咋花都行 我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你咋想的我不知道哈 我这个缺点咱必须说了 就说你有没有房子我印对不对 你没有啥我都有 我啥都印 大爷这上来就直接了当了 大妈这也是开门见山了 房子什么的自己有 但是得还钱给女儿 这两个人之间的第一个矛盾点出现了 看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吧 我没想法 没有 我没想法 但是这个我认 可是我首先身边啥呢 我不能就是咋俩一结合 咋俩就还这个钱 你说这是啥意思 这事我还真的挺明白 我说的意思是啥呢 就是说你还姑娘的钱 我没意见 找老伴的 那肯定是 你俩在这住着 是吧 那姑娘的钱给你装的房 我们还是应该的 这个毫无意义的 听不懂吗 但是我不能说 就是咋俩我一来 咋俩在一起一 一开始你就还 这个我不懂 就是咋俩就说摩合期 有的咋俩确确确实实 还能融入到一起 能够到一起 你还 不然说高你钱 高我钱还我没意见 这话能不能听明白 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听明白了 那你说这摩合期 咱就不用说别的 你说 那我也不能说 我还得有个想法 不是 那你把路出走我走了 你说我这过程两天半 这大伙笑我不见 我跟你说 大约你这还要个摩合期呢 这摩合摩合人在走了 让我们大妈怎么做人呢 那不成了十里八乡的笑话了 不是咱们做的 既然我能答应跟你同窗共产 别的我就不会有想法 有想法我也不会那样做 就是咋俩摩合期 我只能不能说 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摩合期 你懂不懂这个 咋俩就是在一起 真的情投意合了 那是啥 还有你说嘛 对不对 就是我都得主动说 咱们欠姑娘钱咱俩 咱俩 咱俩有宽着钱的 咱马上还给你 大约你这说话有点大喘气了 这直接说清楚就好了 这说的差点没说明白 前面那两个人的状态 是真的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了 不过现在结束清楚了 这样两个人就没什么问题了 咱俩真是结合了是还是登记还是不登记 必须登记 咱们说那张纸不起啥作用 何妨 谁都说不出啥 如果没这张纸 你是虎混 烂混 对不对 要因这么说 咱得说要因有个正的正确的名分 是不是 夫妻之间在一起伴随 那大家胡混在一起 是吧 同情这多难听啊 对 咱们就是这本本分分正正当当的 是不是就是夫妻 走到哪 走到哪 要点都应 对不对 咱们出去旅游 咱也得带着这个结婚证 是不是 不犯毛病 对 虽然现在不管这个 但是咱们正当的 是不是 咱们不是胡混在一起的 你说对 我说对不对 对 这下大爷是成功的赢得大妈的芳心了 这从养生要生活习惯 再到经济房子等方面 这算是都谈拢了 这就在这里提前预祝两人相亲成功了 本来还为这次相亲会是鼻孔和凉水够呛 没想到还真成了 行 行 咱就说说互相那个留个微信 没事 经常烙烙咳吧 你好你好 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无奖 身体硬硬烙烙烙 吃麻麻香 健健康康 哎哟 兄叔 你这小咳一套一套的 咱大爷那也是能说会道 这聊起妹子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这估计年轻的时候 没少招姑娘喜欢 有啥不一样的吗 这个有家的味道 一样 就是啊 你看这个桌多丰盛 再说包饺 从来包的 不敢这包子怎么行 帮你把我们相历相亲 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谢谢 当初领证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我 对 这肯定的 必须的啊 别做到 贤 贷 贷